千戶万患终于出来了 那他是这个星期是越南共产党总书记 新任的总书记苏林访中 那习近平办了一个正式的仪式来招待他 然后进行会谈 但是比较特别的是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 报道这个事情 他的那些报道的方法和报道的 无论是这个照片也好 还是这个播的这个视频也好 好像一上来给大家造成了更多的这个议论 那不管怎么样 后来还是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比较详细的新闻片 然后这个对于前一段时间 关于习近平的各种状况的传言 进行了批谣 然后这个证明他还活着 还活得活蹦乱跳 还这个指点江山 然后第二天他又连续在人民日报头版 这个登了很多习近平的活动的这个报道和照片 但是从这个政治的角度 你自己认为过去一段时间 这个无论是中国内部还是中国外面 排山倒海的有关习近平的各种各样的传闻 对习近平的形象和他的统治有什么影响 我认为这一次是蛮奇怪的 就是其实在三中全会期间就传出来习近平中风 或者是什么张有霞发动政变等等的传闻 这些传闻按理说就是三中全会结束之后 习近平出来过几次 按理说应该他只要一出来这传闻就应该结束了 没想到这个传闻是变本加厉的 就是说这是替身 或者是实际上他已经被人控制了 等等的 然后后来进入了北戴河会议期间 北戴河会议的话 大概两个星期左右 中国的政治局常委都不出面 这个是每年都会发生的事情 所以说如果像我们长期观察中国的话 也没有认为太奇怪 但是今年比较长一点了 也是相对正常的事情 但是说这个传闻就不停的出来 而且大部分是来自国内了 所以说我觉得如果传闻这么多的话 其实一个是民心所向 另外一个可能在政治上面 有一些人在有意的带风向 当然我听说有一种方法 就是说最近有一段 有一群人他们在流行 叫什么谣言灭共 造谣灭共 就是说共产党天天造谣 就明明是一个人权派律师 就说你是嫖娼 你吸毒 就把这人人格否定 现在你们造谣 我们也给你造回去 我就说你是假的 你是替身 对你的 我觉得这个刻意的 包括我认识一些人 也刻意的用这种造谣 他明知道是假的 然后就开始到处乱传 而且那个谣言都是很离谱的 就是说有人说习近平已经死了 现在正在讨论冯立员改嫁 嫁给谁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有点太恶毒 即使死了的话 也没有这么快的事情 不过这次谣言比较多的是 从国内传出来 我记得前几年北戴河会议的时候 也是有很多谣言 江派跟习派 就是斗争啊 怎么样 这个布局二十大的人士啊 这种谣言很多 这个我们也习惯了 但一般都是海外的自媒体啊 这些传播的 可是这一次关于习近平的谣言 很多都是我在国内的朋友 发来了 一大堆的东西 都是简体字发来的 这个比较特别 我前几年没有碰到类似的情况 所以说按理说国内的网络环境的话 如果真是当局要努力的去取替的话 这谣言是扩散不了的 但是说这次很明显是在扩大 另外一个我们看别处 就是说我认为习近平 他暑假两个星期不出面 或者三个星期不出面 这个历史上也不是没有的 这个不是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但是比如说 他在三中全会期间 新华社发了一篇组稿 叫改革加习近平 这个一天就被撤掉了 这个是很异常的现象 因为这个是对习近平的权威性 有很大的伤害 如果说有人说这个可能有错误 那错误随便改一改就可以了 过去也有这种事情 所以说我觉得 后来还有一个就是李强 李强他最近的一连串的讲话 是很明显和过去的习近平路线 背道而尸的地方有很多 而且他现在提习近平也减少 中共官员官媒 当然这两天突然间出现一个 报复性消费习近平的状况出现 确实也在减少 我认为习近平的权威 是受了一定的影响 或者是别人向他发出个挑战 他的一部分就是管理国家的权力 被别人拿走了 另外一种可能是他本人不愿意担责任 就是一看这个情况不好 就说你们都弄吧 我现在这样低调一点 有这两种可能 但是至少我觉得中国的权益结构 是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对 确实从公开的信息来看 好像国务院总理又回来了 李强好像前一段时间 就是被边缘化的很厉害 可是这几天至少这一个星期 他回来以后开了国务院全体会议 然后又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 然后又去俄罗斯访问 然后又接见好几个国家的领导人 突然之间好像他在人民日报上 头版李强出现的频率 比习近平都高 都很活跃 这种情况过去几年 二十大以后是蛮罕见的 对对对 特别是比如李强去俄罗斯这个问题 就是说包括李克强 温家宝是作为一定的外交方面的事情 但是李克强基本上在外交 他没有碰 特别是对俄罗斯这种非常敏感的 就是说去俄罗斯绝不是经济问题 俄罗斯现在没什么经济 就是一定是政治方面的问题 甚至就牵扯到国防安全的问题 李强现在去这个 我觉得是一个 就是李强的定位有点变化 过去大家说李克强是 李中堂 李强是小李子 是李延英 现在李延英慢慢的在成长 向李鸿章发展 彭学大哥 有一个说法说 习近平可能是学习1962年的毛泽东 三年大自然灾害以后 毛泽东搞了一个七千人会议 在会议上毛泽东做了检讨 然后让刘少奇邓小平退到了第一线 然后毛泽东退居二线 以退为进 引蛇出洞 你觉得这个可能吗 现在中国的问题 没有人能够跟他对抗 第二个 当初虽然说毛泽东搞了这样一个烂摊子 不过呢 那个时候 中国的中央还有一批能人 你像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 薄一波的人 都算是很能干的人 对 所以 丢了一个烂摊子 这些人还能够撑着起来 对 习近平现在的问题在哪里 能人都到监狱里去了 因为怎么样 很多第三世界都有这个问题 对 在经济发展的时候 会有很多经济犯罪 而且 后来有人研究 就是说 这种的经济犯罪 是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它是一种润滑剂 反而能够带动经济发展 为什么呢 因为经济刚开始发展的时候 它很多配套的规定 法律等等都不完整 然后有一些投资者 没有特殊管道 它就透过人际的关系 行贿受贿这样子 来加速它的投资 所以间接的 使得经济得到更好的发展 过去改革开放 刚开始的时候 中国也有这样的现象 而且非常普遍 结果习近平他一打贪 表面上 好像是中国贪官减少了 但是有减少吗 好像也没减少多少 对不对 那么但是问题就在于说 把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 一代 一代的能人 比如像说 搞那高铁的 他就非常的 心里非常不以为人 他说我贡献这么大 中国的高铁没有我 怎么可能那个 然后我所创造的 这个对国家的贡献 远比我的贪赌 要多太多了 刘志军 刘志军 所以有人后来访问他 在牢里面 他几个口不提 他只关心他的孩子怎么样 对不对 诸如此类的 我觉得说 这一批 坦白人都能忍 那问题是把这些人打下去以后 习近平接的不是一个烂摊子 他是接的 中国在最好的 那个阶段 你看2012年那个时候 中国是创成非常好 对不对 这么一个金碧辉煌的摊子 到了他手上 结果现在搞成什么样子 我觉得今天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 最近中国流行一个话 叫什么 断尾 断尾娃 烂尾娃 除了烂尾楼 还有烂尾娃 就是很多大学毕业生 毕业了以后找不到工作 找不到工作最后只有说回家 当专职儿女 然后让父母继续养到 最近我看 好像是甘肃还拿的 有一个例子 一个乡下的培养出来一个 一个女大学生 她后来毕业以后 她一直想考公职 每次比试第一名 面试被刷掉 她后来连房租都缴不出来 最后自杀了 有人说饿死了 有人说饿死了 你看诸如此类的 非常惨 那么 这一代 这种所谓的烂尾娃 他们都是 十年寒窗苦读 对不对 好不容易上了这些什么 什么八九五 二八六 这些名校 以前都是 对不对 那些药主 药主扬钟 对不对 那个乡里都要放鞭炮的 结果没想到 你找不到工作 回到地方 回到家里 真的无言见江东富老 对不对 诸如此类的 他们坦白讲 这个烂尾娃的问题 会带动什么 会带动断尾娃 为什么断尾娃 如果一个 知青 他这样的一个境遇的话 他敢结婚吗 他敢生孩子吗 那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说 中国除了经济的这种 断崖式的掉落以外 还有一个灰犀牛 已经冲上来了 这是老龄化的问题 那么更惨的是 这一批的烂尾娃 更不要神 那么将来的这种人口 断成所造成的 说不好讲 亡国灭种的 危机都有 所以我觉得说 今天这个世界 有两个老赖 影响这个世界 一个叫习近 一个叫普丁 对不对 五二战争 为什么结束不了 就是因为普丁这个老赖 对不对 俄罗斯赖了二十几年 就是不下台 对不对 然后就憋在那里 这个事情 然后现在 打到这个样子 俄罗斯很多 金华地区的子弟 要开始去当兵了 国家的国 演员的演 议论的意 还在等什么 赶快拿起手机 订下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